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2013年9月10号 上海的看金林夫妇出门上班 家里只有看金林侄女一个人在 侄女是刚刚来到叔叔家做客的 可是叔叔婶婶一去上班 懂事了她就开始主动搞起了卫生 家里头收的收 捡的捡 然后再把屋子里所有的垃圾全都给扔了 可是这勤快呢 有的时候却不见得是好事 那天看金林的妻子下班回了家 进屋一看 她高兴了 不是 她严重的失态 把侄女都快给向崩了 我回来嘛 回来上去一看 两个垃圾桶都空掉了 我一吓一跳 心软了 这下坐在地下了 婶婶这是怎么了呢 没等侄女反应过来 叔叔看金林也回家了 而且一看那垃圾桶空了 叔叔竟然也跟婶婶一样 吓得是脸色苍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看金林侄女扔掉的其中一道垃圾 那里面除了垃圾 还有一笔现金 多少呢 三万八千五百块 可是有人就会觉得这数目也不算太多 但是看金林妻子说 这钱她赚四年都赚不来 所以这个损失对他们家的打击啊 那是非常大的 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就奇怪了 看金林干嘛把钱扔垃圾桶里呢 存银行里头多安全呢 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取款不方便 取款不方便 对看金林来说是个大问题 因为她是做装修生意的 经常需要帮人垫付资金买材料 要是每次取个款都要跑个大老远的 这就太耽误事了 所以不得已 看金林呢 决定把钱藏家里头 可是藏哪儿才安全呢 看金林竟然想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垃圾桶 而且更觉得是为了达到彻底超越盗贼的这个想象 看金林选择的还是马桶边上的那个垃圾桶 马桶边上的垃圾桶里头一般堆的是什么垃圾大家都明白 把钱藏在这儿 相信一般的盗贼那是不可能会去找的 可问题是贼防住了 你却防不住那勤快的侄女 他竟然把钱和垃圾一块给扔了 等明白过来之后 看金林拔腿就往外跑 干嘛呀 找垃圾去呀 在看金林侄女倒垃圾的那个垃圾桶里 看金林把里边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 可庄前的那道垃圾不见了 正当看金林绝望之际 突然他眼前一亮 这垃圾桶的附近装有两个摄像头 虽然没有正对着垃圾桶 可是有一个冲着左边 一个冲着右边 所有经过这垃圾桶的人都会被记录下来 当时看金林真是像绝树风生一样啊 赶紧就冲到那小区的物业 让物业帮忙掉出了垃圾桶附近的监控录像 因为看金林侄女扔垃圾的这个时间呢 是6点17分 看金林查看垃圾桶的时间呢 是7点钟 所以看金林主要查看的 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录像 结果这一看呢 还真是有了重大发现 录像显示 6点34分的时候 有个老伯拎着个空的蛇皮带 走向了这个垃圾桶的方向 之后 另一个摄像头拍到老伯离开了垃圾桶 而这个时候 她的蛇皮带子里的 明显是装了一些东西 后来就是我们专门小区的捡垃圾 就是一个14号落楼嘛 那么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她 因为她整个小区一天要翻几探 而且她这里边的东西啊 全部要么东西牵着牵起来 撕开来看 种种线索一串帘 看见那一家人呢 不再怀疑 钱一定就是被这陆阿林捡走的 可接下来怎么办呢 要钱 问题是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我跟我子女 我儿子三个人 出了好长时间 他还开门的 我说你今天捡过了 他说我没捡过 我说你要捡到了 我一人一半 我跟他这样捡 他说我没捡掉 没捡着 看见林夫妇傻眼了 他们当场就问陆阿林了 你路过垃圾桶之后 蛇皮袋子里装的不是垃圾 又是什么呀 但是陆阿林说 你们搞错了 他说我那个时候路过垃圾桶了 可是清洁工先我一步 已经把垃圾桶清理过了 所以你看到我蛇皮袋里装的东西 那不是你家的钱 而是垃圾桶里头仅剩下的两个可乐瓶子 但是看见林夫妇听陆阿林这么说呢 就更认定他是在撒谎了 因为他们看过监工视频 在侄女扔垃圾之后 清洁工根本就没有来清理过垃圾桶 而且呢陆阿林说他捡走的只是两个可乐瓶 可是从视频上看嘛 看见林说呢 可不像啊 很没想到一包 方正正的 方正进去了 仍然不超过两个 拿起可乐瓶的分量 看见林认准了 陆阿林是在撒谎 可是陆阿林不承认 双方争执不下 看见林夫妇呢 只能无功而返 可是谁都没想到 就在一个月之后 陆阿林呢 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他竟然主动找到居委会 承认自己的确捡到了 看见林家的钱 而且还拜托居委会联系看见林 他要把钱还给看见林 这样的一个变化 让看见林都不敢相信呢 这事怎么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它就发生了 而且接下来的那个调节 也是异常的顺利 陆阿林那天 真的就拿了两万块钱现金出来 还剩下的一万八千五 他说会在两个月之内还清 看见林呢 总算是踏实了 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 陆阿林却提出了一个 有些古怪的要求 他让看见林 有得写个收条 这可真是奇怪了 捡到东西交房给施主 还要写收条吗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钱是我的 我要写什么收条呢 他说你到时候给你呢 你不承认 那么我想象也 也可能 人家是这样想 我钱给你没收掉 我说你这个简单的钱 你们只有会这么一下就可以了 当时看见林认为 一张收条能闹出什么疯了 写去写吧 没错 从字面上看 这张收条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谁也想不到 他里边其实潜伏着一个精心策划的秘密 一个即将发生的惊人逆转 那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陆阿林还钱之后没多久 看见林突然接到了法院的船票 陆阿林竟然把他给告了 告了 为什么 陆阿林的理由是看金林不荡得利 这怎么回事呢 陆阿林有什么证据啊 有 什么呀 正是看金林亲笔写下的两万块钱的收条 收条怎么了 据陆阿林说呢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捡到看金林的钱 他是在看金林的逼迫之下 不得已还这两万块钱 而这张收条就是看金林拿钱的证据 所以他现在请法院判决看金林归还这笔钱 这真是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变化呀 陆阿林的还钱原来是个圈套 为的就是跟看金林打官司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说了 陆阿林你不想还钱就别还吗 干嘛要把事情纳到法院去 但是陆阿林却说他也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 原来啊 据陆阿林说呢 自从丢钱的事件发生之后 他就一直饱受看金林的骚扰 陆阿林说他被撒扰的没法正常生活了 还报了好几次警 而在警方的这个案件接报回支单上 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不少这样的记录 从2013年9月到12月 陆阿林曾经先后五次报警 分别是与人发生争执 房门的锁被人用胶水堵住了 还有更吓人的 他被人反锁在家里了 这日子看上去是够危险的 可是陆阿林凭什么说这些事情都是看金林干的呢 原来这些事情频繁发生之后 陆阿林呢 就在家门口装了个摄像头 摄像头拍下了很多的证据 后来呢 陆阿林还把这些证据提交给了派出所 而且陆阿林说他除了报警之外 还去找了街道居委会 说能不能调节一下 让看金林别再来骚扰他了 居委会呢 后来也找了看金林 可是看金林始终是那么个态度 陆阿林崩溃了 他无法承认自己捡到了钱 但是又不堪骚扰 这可怎么办呢 无奈之下陆阿林呢 就去找了个律师 想要起诉看金林 但是律师却告诉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律师说在捡钱这个事情上 陆阿林根本就没有起诉的权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只能由丢钱的一方提起诉讼 比如看金林 他就可以去起诉陆阿林 说你捡到我钱了 你不还我 就是侵害我的权利 但是反过来陆阿林却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捡到钱 去起诉看金林 陆阿林当时一听还真是傻眼了 那怎么办呢 这事没办法解决 不过也就是在这样的绝境当中 一个以退为进的计策 突然被设计出来了 当时陆阿林故意跟看金林说要还钱 然后让看金林写下了收条 拿到收条之后 陆阿林就可以以不当得力为由 起诉看金林了 陆阿林这手段呢 不算是光明正大 可是他想要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态 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也是 与其大家互相攻击 还真不如上法院 把事情给彻底搞清楚了 那好吧 法院能不能支持陆阿林 要求还钱的诉讼请求呢 这就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陆阿林到底有没有捡到看金林的钱 陆阿林说没有 看金林却说有 而且他还有重要的证据 这个证据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 那个小区监控视频 看金林说 在侄女扔垃圾之后 只有陆阿林从垃圾桶里捡了东西 事后垃圾桶里的钱又没了 那不是陆阿林拿的 又是谁呢 这个逻辑推理有问题吗 似乎没有 那这钱确定就是陆阿林捡的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证据 其实藏着一个致命的缺陷 原来啊 看金林拿出来的这个视频 是从6点34分钟开始的 可是看金林侄女扔垃圾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6点17分 也就是说看金林提交的视频 少了17分钟 17分钟是可以发生很多事的 比如有可能垃圾清洁工会把垃圾桶给清理了 或者其他人也可能在垃圾桶里头翻捡过垃圾 所以缺了这17分钟 你就不能说只有陆阿林一个人捡过垃圾 那既然如此这17分钟为什么不见了呢 难道是看金林想要隐瞒什么秘密吗 刚才我们说到看金林提供的这个监控视频呢 看似无懈可击 可其实呢 这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什么呢 看金林提交的视频少了17分钟 难道是看金林想要隐瞒什么秘密吗 可是看金林的解释却是这样的 那天发现垃圾不见了之后 他就去小区物业查看了录像 看金林回忆说 他当时看到的录像是从6点17分 只愿扔垃圾到7点自己去找垃圾的完整视频 他也确认了整段视频当中 只有陆阿林一个人从垃圾桶里捡了东西 可问题就是出在了看完录像之后 当时看金林呢 急着去找陆阿林 就没顾上把这段视频保存下来 后来陆阿林他不承认捡了钱 看金林再跑回到物业 想要考下那段视频作为证据的时候 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意外发生了 因为物业的这个主机系统升级 结果从6点17分到6点34分的 这17分钟录像啊 他刚好就一试 这真是个疏忽筑成的大错 缺了这17分钟 视频就有了时间漏洞 也就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了 所以这样一来 看金林就处于了一个很不利的状况之中 如果他不能再拿出新的证据 现在这场官司他就是要输了 可是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 事情又有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看金林呢 突然亮出了一个 他从来没有提及到的重磅武器 什么呢 说起来就让人震惊了 原来这垃圾桶附近的 还有第三个摄像头 这就是看金林说的第三个摄像头 更绝的是 他的这个位置正对着垃圾桶 这就意味着 如果有人在垃圾桶里头捡了东西 这个摄像头就一定会记录下来 任何人都无法抵赖 这真是太有用的一二正确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他到底拍了什么吧 别急 我们先来看一份证明 这是看金林所在的这个小区物业公司 出示的证明 说他们曾经跟看金林一起 看到了这个摄像头 所拍下的一段视频 视频显示 正是陆阿林减赏了那三万八千五百块 按照物业公司的说法 这事已经是铁证如山了 但是等等 既然有视频为证 物业公司又何必还要再出示这个证明呢 物业公司的这个证明解释了原因 但是这个原因又让人哭笑不得了 这份证明说 还是因为系统升级的缘故 这段最直接也最关键的视频 他也消失了 这样的遗憾竟然又发生了第二次 还真是让人扼腕叹息 不过这次的情况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只有看见了一个人的证言 可是这次物业公司专门出具了书面证明 证实他们也看到了视频里头 有陆阿林捡钱的全过程 而且我们看这个落款 不但有物业公司的签名 而且保安和业委会主任也出来做了证明 这些人都集体出面 为看见林作证 可见这个事情的真实度应该是很高的 那法院能不能踩信他们的证言呢 随后法院就专门调查了一下这件事情 可是结果呀 他们却发现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真相 原来这第三个摄像头 它根本就不是物业公司安装的 而是二楼的居民自己装上去的 而且更离谱的是 事发那天他也没有拍到任何图像 因为他早就已经坏掉了 这个发现真的是太让人震惊了 看金林物业公司还有业委会 竟然集体编织了一个谎言 不过这个谎言虽然偏离了事实和正义 却让人看出了某种浓浓的情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物业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是出于愧疚 因为是物业的系统升级 才导致了看金林重要证据的消失 也可能是出于打抱不平 因为看金林丢了钱 还要吃官司 而且还在官司当中处于下风 他们心生同情 就有了这次不理智的八道相助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对看金林的这个感情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方面 他们的行为有为公正 而且毫无疑问会对陆阿林造成伤害 好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摆出来了 法院会怎么判决这个案子呢 2014年代9月5号 法院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一审判决 这个结果应该说不出意外 那事情就此解决了吗 没有 因为看金林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 我这样的话 你给我难看吧 是我 我扔到的钱还给我 在打官司 我再索要 你说我感觉到 心念什么之外 看金林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 于是他很快就提起了上诉 2014年12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驳回了看金林的上诉 维持原判 现看金林在判决生效三日内返还陆阿林 两万元 可惜的是看金林心里的这个拧巴 怎么都扭不过来 所以这两万块钱 他也硬拖着 就是不敢还 可是赌气从来都不能消灭问题 他只会让麻烦变得更多 2015年3月 法院采取了强制措施 从看金林的这个银行账户当中 划走了4800多块钱 剩下的15000多块 法院就约谈了看金林和陆阿林进行调解 可是见面的那天 双方呢 因为都心怀怨气 所以调解现场一路见八路障 也许 也许双方的心结是很难解开了 不过呢 经过法官的调解 事情总算是得到了解决 双方达成协议 剩下的15000多块 看金林分15个月还给陆阿林 但为此他每个月都要向陆阿林支付利息 这个垃圾引起的离奇纠纷的总算是看到结束的希望了 可是看金林的那38500块到底上哪去了 还是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片子里不少人呢 其实都挺同情看金林的 丢了钱还输了官司 太早心了 可是法院的判决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证据为王 很公正 所以要说这不幸的根源呢 还是那消失的17分钟视频 如果有那个视频 到底谁去过垃圾桶捡过东西 是陆阿林还是零有其人 这都有可能调查出来 那看金林也许就不用承受现在的损失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证据得有多重要啊 再次也提醒大家 以后碰到什么事情 千万别怕麻烦 该保存的证据 那是一定要保存好的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出现了什么新闻的话 希望您能够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再见 預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